豐富的特色美食 有良農產大菜小吃 好酒好茶都將在台灣美食站展出 規模達600格攤位 讓民眾盡情遊覽 台灣美食展8月2號到5號 在世貿一館登場 各大飯店餐飲集團公佈超值優惠 用美食吸引國內外觀光客 台灣最棒的魅力就選食 今年1到4月 來台灣的國際觀光客 266萬人 裡面不管是日本 韓國 香港 澳門 美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全世界的觀光客 所有的民調都說 他們來台灣的重點就是吃 就是美食 一起餵台灣的美食 煎湃 下車給我 謝謝 全世界觀光客來教台灣的什麼 他們都知道 台灣不只台積電 台灣不只基地電 台灣不只有一個印字有的空氣 台灣有最棒最棒的美食 每年我們台灣共同協會的同仁 去世界樂果推展的時候 我們擺拍出來 現場只要化妝和震撼上桌 就是歡笑 就是熱情 就是鈔票 氣味帶動記憶 全世界都因為美食而愛上了台灣 美食已經是台灣的美麗了 而且我們文明全球的不只是珍珠奶茶 現場我們知道 拿到世界冠軍的有台灣威士忌 有歐瑪 也有格馬蘭 有手工藏油 也有甘菇有價 我們去年的米其林新興 台灣有50家餐廳 但是在台灣的實在現場 至少有7家米其林 還有更多的力能來到現場 台灣已經很希望多了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來到現場一次吃便做得好料 而且還可以聽到更多 聽到更多網紅主廚感和認真權 今年我們看到的是 所有我們的食材 是從產地到廚房裡頭 每一位職人的精神 都發揮的典禮既知 我們看到的 在文明市長現場 一定可以看到 就我剛剛前輩長講的 每一個材料 包括調味料 也都會讓大家驚豔 不只是鹽 酒 還有來自阿里山上的 那個叫做 某種節目的三回 那當然我們放後的酒水 除了酒之爛 沒有咖啡 有美食 不是我們台灣在地的 台灣要行銷全世界 當然要用台灣的美食 來說服全世界的女人 當然要用台灣的各種食材 精彩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不管魚肉 蔬菜等 調味料 我剛剛講過 用這個來讓所有的 來自世界更多的女人很了解 你吃到嘴巴的女人 這個美食 是來自所有的 我剛剛講的 食人的女人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廚師的 這次的美食展 這麼多的大廚 這麼多精彩的美其林的 都在這個現場 所以我作為一個台灣的食材 儲備我們為了準備 我們這其實是上週 我們有用筷子 用筷子可以夾出各種好吃的東西 從我們七世的 中世的 排斥的 各種世界各國 我們每一個地方的地方 要有很多可依 所以在這裡 作為台灣觀光協會 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就是要 十歲月後 請你 我們第一個時 讓世界人們知道 去年就有 游輪的客人 來到我們的美食展 讓他們經驗 讓他們 手上都買了很多東西過去 這是我們七世的漫美食展 很重要的一個 對我一定 就是希望讓他們來 希望所有的觀光客 在這一段時間來的時候 你可以四天內任何時刻 你可以看盡台灣各地的 豐富的美食的內容 我們不管第一次的調查都顯示 國際觀光客來台灣 No.1就是要吃美食 但是我們也在行銷上發現 我們在推廣美食有一些限制 就是說他來過以後知道很好吃 他還沒有來以前 我們要跟他宣傳的時候 要怎麼宣傳 所以一開始 我們從辦這個美食展開始 接著有廚藝競賽 Iron Chef 我們那個競爭非常激烈 那又一年一年這樣的辦理 把這個 台灣美食的品牌建立起來 但是到後來我們發現 在國際競爭的時候 我們還缺一個東西 就說我們台灣是美食天堂 下一個問題 請問台灣有幾家米其林餐廳 這時候我們突然有點卡住 所以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就正式已經跟米其林合作 然後開始推廣米其林的美食 所以我們一年一年的推廣 現在真的是 從街國美食到米其林的三星的餐廳 都是一流一禁 那前一陣子我新加坡的好朋友來了 我來跟他準備介紹 全世界唯一一家三星的新加坡料理 是在台灣的 不是在新加坡 然後他們非常的慈慧 那今年可能不一樣 今年我們來的江戶觀光署 也有設計台灣味 這個罐 為什麼叫台灣味 就是用美食之外 要配哪裡的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整個展館分為七個區 那每一區都有好吃叫好玩的影片 那另外特別針對花蓮 對花蓮 我們也特別設置花蓮的專區 希望大家在這個品嘗 各地方政府單位也卯足全力推出主題館 帶來在地好物 得獎產品的美味 邀請民眾品嘗採購 不用走車勞頓 來一趟展覽 即可品嘗全台好味道 就是幫助他 台鄉美貴菜單 在岸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 請問郡台北到有什麼好物 那當然是